陳順扁這臉皮也真是厚 川普一杯講起他馬上說我也是 然後今天在他臉書 還給他放大有沒有 川普的耳朵 陳順扁的鮪魚肚 他這個傷口就被很多 特別專家醫生都質疑 說怎麼這麼乾淨平整 照理講子彈打過去 好像不應該這樣子 在319槍擊案20年的時候 呂秀蓮還發表了五大疑點 第一個 說國安局的康組長 之前有獲得情資說要小心 為什麼不去 為什麼沒注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時陳水扁跟呂秀蓮 兩個人都中彈 子彈是不同的 一個人怎麼可能拿兩把槍 所以他認為說應該是兩槍兩兇手 但是後來他們一定說是一兇手 說是一槍兩彈 另外就是槍手 後來不講那個陳義雄嗎 死的時候身上被魚網纏繞 我也一直覺得這陳義雄很奇怪 而且也找不到他的槍彈 安平港 餘溫一無所獲 他的帳戶也沒有可疑的支出 他真的是319的兇手嗎 然後第四 李昌鈺 當時他講說到底極光 他認為李昌鈺那個也有一點問題 第五 誰槍擊誰 陳義雄絕對不是單獨犯案 所以兩人兩槍兩彈 那到底真凶是誰 李秀蓮一直懷疑是打他的 就李秀蓮的懷疑 跟很多專家懷疑一樣 就是說陳水扁的傷口是做出來的 李秀蓮是真的被打的 所以李秀蓮很痛 到現在為止 你問他 他都很不服氣 他點名四個人回答 點名邱毅仁 因為邱毅仁在當時還有 露出一股詭異的微笑 李昌鈺 你到底有沒有受過美國政府的要求 叫你到台灣來把事情平息 然後侯友宜 然後陳菊 他說你們四個人是不是能夠講清楚 另外當然不一樣 最不一樣就是說 發生事情的川普立刻 用鞋子大概被特勤擠掉 我說我把鞋子穿好 然後fight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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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講四次fight 立刻出來 陳水扁就躲起來了 躲到其美越 躲到很晚很晚都不出來 然後邱毅仁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詭異的笑也不講 喪事怎樣 明明沒有怎樣 就出來說我們沒有怎樣 大家放心 選舉繼續 搞得國民黨所有的活動通通停 沒有一個活動敢繼續 然後昨天謝榮介講說 台南的宣傳通通出來了 說中共跟國民黨 共產黨跟國民黨聯合起來 槍擊阿扁 那個多麼激動 那情緒多麼的熱烈 然後陳水扁就不出來 所以他怎麼會跟川普一樣 笑死人 而且還有一點好笑的 總統出來通常要誰來陪 通常跟著醫生都是心臟 通常是心外的醫生 因為怕心臟才比較緊急 陳水扁那天 他後面那個車子跟著三個醫生 一個是松山院的副院長唐光 唐光是骨科 還有一點點道理 我怕會摔斷 另外一個是台大院的整型外科 組織醫師 這個簡雄飛 這很奇怪 你要個整型外科去幹什麼 你整型外科你是怎樣 你是怕被鞭炮把臉打傷 另外耳鼻喉科組織醫生 蕭自幼 這也很奇怪 出來你怕是緊急 萬一心臟有問題等等 要急救才要 所以這很奇怪 所以通常都是心外 或者是胸外醫生隨行 而且他這個包括醫生 都認為說 有些醫生認為說這很奇怪 所以有點像手術用的電燒 電燒有兩種 一種是止血的 一種是切傷口組織的 有兩種模式 所以還是怪你帶個整型 外科做什麼 這點我也不解 幹嘛 奇怪 大家要做什麼 陳最扁說 這次川普被打會加分 但是還是充滿變數 不一定 不一定 像我 就不升關鍵性的影響 我那個槍擊對我選舉 沒什麼影響 我本來就要贏的 來 我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 好 我就 我個人的主觀看法 因為我有經歷這兩幾個事情 當時我在採訪 我跟馬英九在淡水 他當時正在淡水的 國民黨的地方黨部 現在也因為 馬英九那時候是連送的 競選總幹事 總幹事 然後我看到了新聞之後 他還不知道我要叫阿扁中槍 他說怎麼可能 然後趕快立刻停止活動 回到總部 然後要飛去台南看阿扁 這時候是聯邦瑜 要再把對方婉拒 阿扁不給他看 我簡單講 因為川普中槍跟陳美扁前總 中槍有三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差別 這是肯定客觀拿出來 給大家討論 第一個是中槍者的民調不同 當時的各大民調 沒有一個是陳美扁領先連送的 沒有 可是現在目前川普是領先者 所以領先者他中槍 你講說領先者自己是安排一個 神槍手來弄我一下讓我民調 這完全邏輯就是不對的 我不是說 我認為這個陳美扁中的 這個兩個自然是只要有自言 只是說因為他民調落後 然後他後續也因為這樣贏了以後 所以不相信者就中 很多人不願意相信 第二個就是中槍後反應 因為川普在中槍的時候 當下包含他還說 Let me get my shoes 他還要穿鞋 然後已經要趕快送走了 其實有人懷疑 我知道我看到很多網友在留言說 都已經中槍了 除非他是假的 他怎麼還敢站在這邊比 那個密情局的人的對話 因為麥克風沒有關 他有講Shooters down 已經有講 槍手已經被制服了 所以才會他堅持的情況之下 密情局還是保護他 你全程把他聽完就知道了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第一個他要穿鞋 第二個他還要跟現場的民眾致意 然後我要fight 然後下面USA對不對 可是回過頭來 就當天319槍擊案的時候 槍擊之後整整十幾個小時 就搞不清楚狀況 人也沒有 如果既然只是擦傷 照這個川普的做法 他就是跟大家再表示一下意見 雖然我流血我還要講話 可是當時陳建中沒有出來 是邱毅人一抹微笑 這讓大家看了以後就沒辦法 支持者 各自的支持者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那麼的光明磊落 最後一個就是公布細節的時間 因為319已經過這麼久了 有的人覺得根本都還沒有看到真相 可是美國的話就是槍手當場被制服 當然還有人質疑 可是大致上那個過程流程 位置圖都已經出來了 在行進過程當中 你隨便路邊出現什麼人真的複雜 那麼川普這個狀況就是 以我們台灣標準來講 觀眾朋友我補充最後30秒 如果總統出現在一個空曠場 有時間會是演講 比如像總統府 左邊的國發會樓底 一定有國安局人員 右邊的北淵女 就算你沒有槍手在那裡 狙擊槍會布在總統府 後面的那個樓頂 我講太細了 但是你今天在制高點 一定都有人 那美國講說那是警方 這我就真的聽不懂 我們台灣也是很多是警方 特勤中心會指揮警方 不管他是警方 是憲兵 是特勤人員 或者是地方的巡守隊好了 你總要有人站在那個制高點 可是這一次那個屋頂是漏掉了 這點真的是很奇怪 老闆 請問我也很好 第一天大家都說 怎麼這個人拿那麼大的槍 他可以進入重圍 靠這個川普這麼近 我就特別講不一樣的看法 我說附近的高地 高點 屋頂不多 起碼要去看一次 電梯 樓梯要去查一下 沒想到局長竟然講 那個地方不歸我管 那個地方是地方管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all on的講法 不過主持人 我告訴你 我們花了整整一節的時間 談阿扁 我是認為我們是上當的 非常不妥當的 阿扁 我如果是阿扁 或者是陳時中 或者是其他的家人 碰到這個事情 我會覺得真的是很尷尬 我會去躲起來 盡量不要來問我 盡量我不要講 他們一家竟然出來蹭 這個川普的謀殺案 我覺得真的是 面皮很高的 不過我平白二回來講 你覺得天網會會 上天是公平的 阿扁如果沒有設兩顆子彈 他不會連任 他不會連任的話 他沒有這些案子 他沒有這些案子的話 他歷史上的流民 就完全不一樣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值得 當然是不要連任比較值得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當時這個 反而就發生了 發生了以後 國民黨所有的活動都都停了 什麼活動都不敢辦 然後民進黨就群情激憤 在那邊群情激憤 然後當那天晚上 丁廷宇教授剛好從建國難路下去 經過陳水扁不是一個競選總部 在那個建國難路下去裡 滿滿的人晚上 每一個人都那樣群情激憤那樣子 怎麼會對選舉沒有影響 非常有影響 影響很大 我那時候是台北 我那時候是新黨的議員 我代表新黨加入台北市的競選總部 兩派人 有人想說我在現場活動不要辦 但是不能停 還有一派人就說 當然最後決定就全部停辦 我接到好幾個教授的電話 都在罵這個 他們的競選總部 你們國民黨怎麼可以幹 當然我不是國民黨 你國民黨怎麼可以幹這種事 換句話都是知識分子 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但是講到你看 呂秀蓮所提的這些問題 確實好像也言之成理 但是我們事後隔了20年 你再來回頭看這個事情 這事發生在2004年 陳水平剛剛四年總統 他沒有給任何交代 可是接著是八年的馬英九的總統 也沒有調查出結果 所以現在在做什麼推論 除非有參與其中的人爆料出來 否則最後大概就是不會有任何的結論 雖然呂秀蓮講的很有道理 我覺得他講的五點六點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在這看美國這一次 跟那個完全不一樣 剛才韋漢分析得很好 就是說他馬上就出來講 而且平常講 打這個川普那個是真槍實彈 那隔了130公里 130公尺 130公尺你說很近 但是也不是很近 我那個槍手差一點點 打到哪裡都不知道了 再準的神槍手 我要打你眉心也許會打到你的胸部 這很難說 所以說在這個事情上 美國這個事情上 你仰他自倒自演 我個人傾向於不太相信 因為誰願意給你的命來賭 尤其是你的 你不是數很多 你現在離選舉投票還有四個月 而且你現在的狀況 尤其是看到拜登的狀況 拜登的致命傷 我跟各位報告 我在三四個月前 在你這個節目裡面有講過 拜登的最後的結果 不是 拜登最後的結果 就是他身體狀況 你看他的身體狀況 雖然只差三歲 可是那種行動力的表現 我跟各位報告不差十歲以上 這種東西就好 就是說比如說雷根上次被打 對不對 這次川普被打 醫院就是到底他整個進度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了 都透明的 哪有像這樣陳水平那樣 跑到奇梅院 十一週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幹嘛 就躲在那個裡面 惠莫如生 死了怎麼辦 國民黨不敢辦活動 你不知道他怎樣 對不對 如果他在裡面死了 或者重傷了 你還辦活動 不會被罵死嗎 所以國民黨什麼都不敢動 所有活動統統統停 休息一下再回來 鄭文燦今天上午三個律師 輪流接見 輪流去看他 律見 律師看這個當事人 說沒有限制 也沒有說限制幾天才一次什麼 就可以 無限制 所以大概監獄裡面大概沒有什麼 看守人員沒有冷氣 但是會客的地方有冷氣 所以說鄭文燦吹了七十二分鐘冷氣 也滿可憐的 有冷氣可以吹 今天的早餐 罐頭 輕魚 輕魚Omega 3含很高了 兩個饅頭 一碗稀飯 另外也有沈正南就是說 他36年前跟鄭文燦 在台大念書的時候看過同學 他說他以前是一個瘦瘦的書呆子 很瘦啦 結果現在變成胖周魚 所以說權力太可怕 會讓人家胖 其實也不是 有人權力太也沒胖 就他胖了 說這個桃園監獄吃的這些餐 油都不太多 油都不太多 所以變成了這個可能可以變成減肥餐 所以鄭文燦大概幾個月以後就變瘦了 回歸 回歸成原來的樣子 他也不會回到那麼瘦了 那檢查編迷劉伯恩就說 胖跟貪是兩回事 肥胖不等於貪毒 你不能說貪毒的就是 肥胖的都是貪毒 也不是這樣子 那麼另外鄭文燦的媽媽的靈堂 說違規了六年 罰二十幾萬 靈堂是誰 是龍岩桃園會館 所以那個大概會館本身就有問題 所以一直被處分 那另外呢 賴清德說還有講幾 49.9贊成的政策 31.2不贊成 所以說鄭文燦這樣沒有影響賴清德 因為大家大概也不會把鄭文燦 怪到賴清德身上 政黨的調查 民進黨原來的制度37.4現在變成33.1 國民黨原來的17點變成20.5 民進黨14.3變16 這兩個黨都上升 不過你把它兩個加起來 我看他們兩個現在都要加起來 跟民進黨比 我們看一下 我們能夠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2014年以兩萬多票卸為差距 擊敗國民黨吳志陽 成為選戰最大黑馬 更是當時六都最年輕市長 你沒有起步怎麼會走到終點 這個桃園成為雙北以外的首選 甚至超越雙北 那我覺得我們的建設是落後太多了 靠北地方建設和藍綠通吃 在時任總統蔡英文眼中 可是足智多謀 胖周瑜這外號不盡而走 2015年首次行政院會 時任高雄市長陳菊 台南市長賴清德 台中市長林佳龍和鄭文燦 並肩走路實在霸氣 鄭文燦一躍成為政治明星 一度被視作蔡英文的接班人 就是因為在2019年 蔡英文和賴清德在競爭總統黨內初選 鄭文燦雖然和賴清德戲出同門 但鄭文燦當時可是明確站對蔡英文 如今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 沒把他列入內閣名單 反而給他無實權的海基會董事長 被解讀在這時就能看出端倪 這一次檢調的結果 已經判指他政治的實行 把鄭文燦接下來可能 參與2026、2028的路全部阻斷 等於拔了鄭文燦這兩顆建立的虎牙 來 碧君 觀眾朋友看看我這個 產後還沒有敷衍的身體 我當然同意肥胖不能跟貪獨 我這樣等號好不好 而且剛剛我們討論那麼多的陳水扁 你看扁家人除了趙建民 比較風雨以外 每個都瘦子啊對不對 哪一個胖的 但是無損於海撈這個海角七夷的實力 所以其實體態的身心因素當然很多 有沒有錢或錢的來源是正當還是貪汙 當然跟體態的曲線不會有太大的關係 不過我倒是覺得鄭文燦這一波真的會瘦 因為除了剛剛監獄的飲食之外 大家今天有沒有看到新聞 就是說他今天吹了72分鐘冷氣 因為濾劍 其他時間都要流汗 所以新陳代謝也會加強 鄭文燦你說他是現代和専 我覺得有點聯想 因為和専就是在乾隆重臣 但乾隆一死之後 他跟繼位的嘉慶皇帝不墓 所以馬上就被超家清算 可是嚴格說起來 蔡英文雖然卸任 但是他的政壇影響力還在 英系的人物包括陳其邁 或者是現在副總統蕭美琴 其實都還可以算是各路的英粉 還是捧在手心上的寶貝 所以鄭文燦出事 你要說完全燒不到賴清德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這言之過早 再加上鄭文燦在桃園市長陣內 因為八年傳出的問題 不是只有現在偵辦的花牙科案 就像當年這個貶家弊案 第一件事情爆發的是 女婿趙建民的台開案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民進黨內是怎麼講 都說這個跟貶家沒有關係 這個是傾家胡作非為 傾家公胡家虎威 可是一直到同一年 國務基調費爆發之後 你才發現這個 原來貶家根本自己也涉入很深 2008卸任之前 還有這個海外秘障洗遷龍潭土地案 所以大家才驚醒說不對啊 趙建民只是貪毒的冰山一角 所以回來講鄭文燦 他的這個貪污 如果不只花牙科這個案子 而是他在桃園主政八年的 其中一個案例 各位要去想 這個操作的過程 絕對不會是市長一個人就可以辦得到 新潮流的藥員 或者是鄭文燦的子弟兵 現在都很多在這個政壇上面走跳 這些人在政商界的關係千絲萬縷 不會是一世之間隨著鄭文燦 這個被收押然後就斷掉 所以這些人現在應該都還在想要怎麼處理 那有沒有人在這個2024年總統大選時 早早就靠攏賴清德進到新的執政團隊當中 我覺得接下來還是可以繼續觀察 黃慧 我覺得鄭文燦這個事情事發到現在 我今天特別去看了這民意資金會 他其實裡面有問到一題 他說對於鄭文燦的這個涉灘案 是不是會感到意外 基本上覺得不意外的比例 還是高過意外的一個比例 剛剛趙大哥這一張圖 可以看得出來 說看起來沒有影響嗎 就是應該說最近所有事情加起來 對於民進黨的整體的一個支持度 其實是下滑的 我覺得鄭文燦的事情到這邊 絕對不會馬上就停止了 我先講一下 我也同意剛剛佩君講的 這個貪不貪跟肥胖是沒有關係的 我自己在台北有一些場合裡面 有遇過鄭文燦 那時候他是桃園市長 他確實是一個晚上很多湯 同一個地方 他就每一間都需要去打招呼 但是他是不是都有吃 我看他是通常喝酒喝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時候跑通他跑多了 或者是喝酒喝太多 可能對身體會有一些影響 回來講 我覺得鄭文燦的案子 以我自己過去在立法院 也揭露過幾個案子 我覺得有幾個相同點 一個就是都跟土地開發會有一些關係 我自己在講友台的那個影城案的時候 其實也有同感 最近黃國昌又講 就是說他的這個高層 像他最近這個案子是到總統府都有 我當時在查的時候也是內政部 就內政部的綠燈開得很大這樣子 就是鄭文燦 桃園市政府的案子 他都會很快速的都就走完那個流程 跟一般縣市可能不太相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還是要講一下張善政市長 就是說像我自己在追的那個土地開發案 有關這個G101站 就是桃園桃捷的這個綠線的部分 其實張市長上任之後 他都會依照專家的意見 把他再移回原來的位置 就我覺得是做得滿好的 來 這個維珊 我想現在都還在調查當中 所以也不用這麼快去說 他一定是有涉灘或者是沒有涉灘 我想這都是近代司法去調查 這個調查的程序就一定非常的長 不過我們會看到在這個時間裡面 好像大家都已經把劃界設拔了 就說他有問題 那我覺得大可是不必啦 那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原先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這個檢察官 其實一直在跟法院去要求這個搜索票 也希望他可以來做這個羈押 可是其實有五次都被這個 所謂的法院駁回 所以我個人認為法院一定是覺得 沒有足夠的證據 或是足夠正當的理由去羈押他 那當然事後的這些法律程序 到底有沒有真的對他公平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也是要做一個檢視 但現在來說真的是太早 言之過早 鄭文燦其實在17年以前 就曾經到了海基會被流放 當副民宿長 五個月辭職 那時候為什麼 因為捲入富士岸 捲入富士岸 所以當時也被放到海基會去 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 所以我可以去找個宮廟 非常非常能的 先喝點心 我會去那邊